沉寂15年的三角恋竟然引发了两起血案 让人既悲痛又可怜 故事发生在京都花街 这一带有个藤之流家族 以舞蹈出名 最有名的是乱散之舞 有传闻称 这之舞除了现任长门妻子智宝以外 无人会跳 这天花街的旅馆迎来一位客人 对方是一名画家 来为橘之屋百年纪念作画 橘之屋是教舞技跳舞 茶艺等技艺的地方 旅馆老板娘负责接待花家 向花家介绍舞技所跳之舞 以及金蹄等等 隔天就是一名舞技的金蹄之日 整条花街的人都会去参加 金蹄对舞技来说就像成人的一样 曾经的针发会换成假发 从红金变成白金 隔天金蹄如期举行 来观赏的人不少 还有京都附近的寿石警部 演出刚开始 舞技们在台上跳舞 舞技小春突然出处倒地 没过多久便失去呼吸 寿石警官立刻上前查看 掉落的假发里有一根针 初步推断有人在针肩脱脱 小春跳舞时 导致针进头皮 毒药也随之进入 因此才会毒发身亡 看了眼放假发的盒子 没什么可疑之处 从其他舞技口中得知 15年前 小春认识一个男人 两人一见清醒 可没过多久 小春就被男人抛弃 伤心之余 小春发生要一辈子当一记 再也不和男人纠缠 旅馆老板娘看了小春的物品 一本画册引起他的注意 那面画的都是小春 最后的签名老板娘认识 是住在旅馆的画家 看到画家的签名 老板娘想起一件事 画家给武技画画时 小春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神明能为他把时间倒流 他想回到那个时候 边说还边看向画家 老板娘立刻去找画家了解情况 看着画册 画家娓娓道来 小春是他独美大的模特 两人一见钟情 很快发展成情侣 他爱画画 小春就支持他 什么也不让他做 装心画画就好 可最终他还是抛弃了小春 爱上其他人 觉得爱人会回到一条利桥 所以才会在这里等待 老板娘想知道他爱上的人是谁 不等他回答 寿司就带人出现 已经调查过画家 发现他15年前在东京出了车祸 左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直到现在都无法使用 报告上写着他没有同车人 寿司觉得有点奇怪 据他所说 他不喝咖啡 可车里却放着空的咖啡馆 他急忙解释 爱好这东西是会变的 他以前喜欢咖啡 现在不喜欢而已 很明显是在撒谎 寿司认为他车上应该有人 如果对方是他心爱之人 那么小春就会怨恨对方 出过推断小春的词 可能和15年前的恋情有关 不久后 小春的追悼一词开始 五金文先生追悼舞蹈 老板娘觉得奇怪 怎么跳这支舞 刚才去后台时 明明要跳乱伞支舞 人家跳什么由人家决定 他管不了那么多 追悼会结束后 画家迟迟没有狐狸馆 老板娘想起画家的话 据说去了一条历桥 所爱之人就会回来 顿时有点不安 急忙赶去一条历桥找画家 找是找到了 但人已经死亡 不远处还有一块手帕 老板娘记得这块手帕 在5G经济那天 智宝的手帕掉入在地 是他捡起来的 和这条手帕一模一样 他顾不上态度 急忙打电话报警 寿时很快赶到现场 画家后脑少有伤 还留着鲜血 对远处有块石头 上面同样占有血迹 看来凶器就是这块石头了 寿时也发现了手帕 问老板娘见没见过 老板娘恍称没有 隔天一早 老板娘去拜访智宝 智宝不在家 去参加电视台采访 导演希望能跳一下乱伞之舞 他毫不犹豫的拒绝 导演极力请求 他实在没办法 只好答应下来 这时老板娘来找他 在画家死亡现场 看到了他的手帕 请他说出画家致死的真相 画家怎么死的 他确实不知道 不过他承认 和画家15年前交往过 那是一个暴雨天 画家离开咖啡店 拿错了伞 他去要伞 画家一眼就看中了他 让他当专属模特 这次以后 两人经常联网 不知不觉爱上对方 当时画家还和小春在一起 他知道后多次想分开 但怎么也放不下 两人就这样一直纠缠着 某天 藤之流掌门突然病重 临死前有个请求 拜托他嫁给儿子 继承藤之流 掌门对他很好 在他穷的没钱跳舞时 教他舞蹈 因此他不能背叛掌门 为了完成掌门的遗愿 他向画家提出分手 画家不愿 两人发生争执 结果出了车祸 醒来后 他毅然居然的提出分手 画家还是不肯 要加一条力桥等他 坚信他会回来 其实他也很爱画家 从提出分手的那一刻起 他的心就死了 丈夫也经常嫌弃他冰冷 在他被逮徒用刀威胁时 来喝的烂醉 一点也不担心 对此他也无所谓 毕竟他一点也会爱丈夫 他没想到会再次遇见画家 惊替当日看到对方时 尽管拼命假装平静 但压抑的思念 还是在那一刻迸发出来 之后画家给他打电话 约他在一条力桥见面 他再也一直不住思念 直奔一条力桥 等到了地方 看到的却是画家的尸体 他吓坏了 抬头看见赶来的老板娘 一时间只想着逃跑 怕藤之流卷入案件中受到伤害 手帕就是在那时掉落的 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完毕 至宝答应老板娘 跳完乱散之后就去警局 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上妆完毕 他准备跳舞 却被丈夫喊停 两人眼神交汇之际 照明灯突然砸下来 丈夫一把将他推开 自己被灯砸云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丈夫很快被送往医院 骨头没什么异常 三两天就可以出院 比起丈夫 医生更担心他的手臂 嘱咐他近期再来检查一次 老板娘想知道他手臂咋回事 他不愿意多说 老板娘没在接受追问 回旅馆照看生意 但老板娘总觉得 智宝的乱散之物和两起杀人案有关 乱散之物智宝很久都没跳过 因此老板娘也没见过 去找见过的人打听一下 巧了不是 硕士老婆见过 还保留了跳舞的照片 硕士老婆记得 智宝最后一次跳乱散之物 是在藤之流的发表会上 从那以后一次都没跳过 想起追悼会上智宝跳的舞 以及医生的话 老板娘好像明白是吧 智宝不是不跳 而是没法跳 乱散之物要激烈的舞动 肩膀和手臂 追悼会上智宝选择的舞 不需要把手臂举得很高 难道智宝因15年前的吃货 手臂变得无法举得很高 这样一来 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对于失去画家的智宝来说 藤之流就是他的命 现如今他又不能跳舞 会不会是小春知道他这个秘密 因此惨遭杀害 正说着 寿使到来 昨晚智宝前往京都府警说出了一切 寿使还知道 老板娘隐瞒了手帕的事 昨晚审讯时 寿使给智宝上了查 查背上留下智宝的指纹 已经和手帕上的指纹对比 结果显示一致 难道凶手是智宝 寿使找智宝的主治医生了解过 正如老板娘所说 由于车祸的后遗症 智宝的手臂只能举高到这种程度 恰好证明智宝不是凶手 怎么说呢 画家是被人用石头从后面砸破脑袋 手只能举这么高的智宝 显然做不到 既然智宝不是凶手 那凶手究竟是谁呢 不管是谁 目的肯定是保护智宝 一般情况来看 丈夫是最有可能的 但放在智宝身上就不一定了 一个连妻子被歹徒指导威胁 还有心情喝酒的男人 怎么会为了智宝杀人 回想起智宝被绑的场景 以及丈夫在电视台救下智宝的一幕 老板娘觉得丈夫对智宝并非无情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老板娘带上武器再次拜访智宝 让武器请求对方交出乱散之物 丈夫听到动静 鸡毛过来赶几人离开 几人也是下定了决心 看不到乱散之物绝不离开 智宝甚至老板娘不是无赖之人 为何今天偏偏让他为难 既然如此 老板娘也不装了 直接说出自己的推理 15年前的那场车祸 导致智宝留下后遗症 手臂无法伸得很高 对于武岛世家腾之流的掌门来说 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 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否则腾之流就完了 奈何止抱不住火 小春不知从哪得知此事 并用此事危险 这才丢掉性命 他急忙否认 称自己没受伤 如果没有就用武岛证明 结果啪啪打脸 智宝刚跳了几下 就因手臂疼痛无法继续 丈夫急忙喊停 求他们别再折磨智宝 并当众承认罪行 硕士事实出现 丈夫老师交代 在藤之流发表会上 智宝跳了乱散之物 他注意到智宝手臂有问题 不过观众并没有察觉 智宝忍痛跳完后 去医院看了下手臂 这些知道是15年前留下的后遗症 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 但却无法再跳舞 小春得知这件事后 发誓一定要曝光 还不断讽刺智宝 这就是抢走自己爱人的下场 智宝痛苦不已 他把一切看在眼里 想为智宝做些什么 于是找上智宝 用钱让对方闭嘴 奈何智宝不要钱 只要智宝身败名裂 又把智宝受伤的原因公之于众 让对方尝尝人间地狱的滋味 说完大笑着离开 既然钱没用 他就让小春永远无法开口 在5G惊体这天 他趁机潜入化妆间 把占有毒药带着珍珠的长枕 插在小春的假发上 让小春跳舞时 被针刺中毒发神王 接下来是画家 他听见画家半夜约智宝见面 先智宝一步赶往一条利桥 情敌见面分外掩护 听说画家要带走智宝 他瞬间不淡定了 和画家扭打在一起 期间画家不断言语刺激 他一怒之下拿起石头将对方砸死 这就是全部的真相 智宝不明白他为何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就一个字 爱 在智宝被电视台强迫跳乱伞支部时 是他出面阻止 照明灯掉下来时 是他用身体阻挡 还有在智宝被歹徒挟持时 也是他状罪打破酒瓶 分散歹徒的注意力 警方这才将人抓获 如果这都不算爱 那什么才算 智宝不敢相信 总以为他讨厌自己 没想到是爱 其实第一次见到智宝时 他就深深爱上对方 得知智宝有鲜艳的男人 他一直非常痛苦 觉得自己很没出息 不能带给智宝幸福 因此在喝酒逃避 得知小春要公布智宝的秘密时 他不顾一切的想保护智宝 这才犯下重罪 但他不后悔 如果重来一次 他还是会选择保护智宝 其实智宝也早已爱上他 只是不自知而已 智宝虽然不能跳舞 但能等他回来 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乱散之物杀人事件 到底就结束了 爱是什么 是付出 是奉献 也是支持 是理解 爱就勇敢大胆的说出来 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